Hello 姐妹们 咱就是说 有在某音上刷到过这位复刻版居静衣吗 天呐 这难道不是居姐小号吗 让人不禁怀疑这是吃了多少个居静衣 这1比1的复刻度太绝了 真的是居静衣本人见到也会傻傻分不清楚的程度了吧 大火预警 这位姐也争气 单凭一条视频就涨粉50瓦 GET流量千万 成为新境斗版居静衣 真的是纯纯不简单啊 而自大火之后 林霸天仿佛掌握了流量密码 在复刻居姐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不禁让人感慨呢 人人都笑居静衣 人人都想成为居静衣 而这条复刻之路 林霸天可不是单枪匹马 纵观整个网红圈 靠复刻明星的颜值大火于网络 获得粉丝百万 乃至千万的大有人在 毕竟明星有着固定的粉丝群体 网红相对于明星的可得性又更强 虽然有蹭粉的嫌疑 但只要适当的包装和曝光 这条路也是光明且灿烂的 比如复刻版王祖贤 复刻版杨阳 复刻版李雨春 还有复刻版杨逆 不好意思 给美蜜道歉 而这些 统统还是要靠角度和灯光 才能抓住相似的外皮 扒开那层伪装 分分钟还是泯然于素人的 让人不仅感慨明星 与素人的毕蕾娜 而林霸天在这之中 绝对是模仿的对象的 一丝一毫的角度也不差 但是她的原生脸其实是这样的 经过动脸和装发 现在已然退去旧容幻居脸了 让人不禁怀疑 莫非真的是失诚于居姐 得到了居姐真传 掌握了居学内核 姐妹们 我们今天就跟FA姐一起走进居学 八一八居姐的传人 林霸天那些年的Dio脸史 一起GET如何复刻明星脸新技能吧 颜中心决定相似度首先 到底是什么 让她Dio脸之后这么像G定1呢 抛开角度和表情等这些氛围打造 对决定两个人的相似程度 往往是颜中心 也就是从每股连接 遗量整个T区周围这块区域的相似度 这些年来 我们纵观它的整个变化 轮廓面中的改变其实并不大 但是有做提升和软体之补充 这不是重点 复刻的精髓 其实就在于围绕着T区周围的五官 也就是眼睛和鼻部的调整 她原生脸的眼睛基础其实一般 不能说好也说不上不好 总体来看 虽然眼裂长度还OK 瞳孔大小和瞳距没有问题 内眼角也无内刺坠皮 主要问题在于 眼距偏宽加上眼皮松弛下垂 导致双眼皮遮瞳 给人明明瞪了眼睛 但是仍旧无神的感觉 所以说她很聪明地从问题入手 后期只调整了眼 提及无力的问题并加宽了双眼皮 选择居静一同款开扇双眼皮 并仿造居静一的眼头 调整了双眼皮起点 使其位置靠前 让整个眼距无形中看起来缩短了 更接近居静一的眼距比例 可以看出来 在遮瞳等问题解决之后 眼睛不仅被放大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瞬间变得更加明亮有神了 再搭配居静一同款小直径美瞳 整个眼神水汪汪的 黑白明显 显得干净又清澈 从眼形上看 由于选择了居静一同款开扇眼形 再加之零霸天 有着天生的长形的下垂眼 搭配略微S型的下眼瞼和卧蚕 自带柔柔弱弱的感觉 这就和居静一现在打造的 这种迷离脆弱感美人的路子不谋而合 此外 零霸天Dio的这么像居静一 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同款 立体精致微翘鼻 相信有眼镜的都看出来了 是不是按照居静一照着Dio的 我们不得而知 你吸品 但是这的确成为了 它可以1比1 复刻居静一的精髓之处 复刻脸要先看底盘结构 我们回过头来看 它整个Dio脸的过程 它能复刻的如此成功 其实还真不只是五官变化的原因 其实它们本身的底盘结构 就有很多相似之处 轮廓上来看 零霸天的轮廓底子其实很好 脸型流畅秀气 颧骨下颌都是很内收且自然的 同时 它的脸型偏长 与居静一的脸型 长宽比和三挺比例都很接近 包括人中长度 上下唇形 甚至是面中部的扁平感都非常之像 再加上美白 面部软组织的填充 以及调整后 1比1的复刻 妆容发型服装角度 这状态简直就是 居静一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妹妹 所以说为啥她能成功复刻居静一 但是有的人拿明星去做Dio脸模板 很难GET到同款 究其原因 其实原本的面部这些最基本的比例结构 就相差十万八千里 一时的火热过去 林霸天接连几个视频都没有大爆 甚至出现角度不像 大面积脱粉的情况 毕竟 关注林霸天的粉丝 不是因为林霸天而关注 反思一下 在复刻明星这条路 似乎的确可以速成 但是在网络世界里 把自己活在另一个人的笼罩之下 成为相似的木偶 试图改变自己意味着掉粉 继续复刻下去 瓶颈期就很难突破 所以与其把自己变成别人 不如更好地发掘自己 个人特色的美丽才更有记忆点 同意的姐妹们扣衣